在台上演說自己的母語 人愛鄉辦理賽德克 泰雅以及布農語 三族的語文競賽 不管是大人還是小孩 都一起來參與這項足語盛事 而競賽中也包含親子組 希望將足語傳承的工作 從家庭就開始落實 希望可以用足語跟阿公阿嬤他們對話 母語這個東西已經開始 慢慢的越來越少人講了 那我就希望說能夠透過這個活動 讓我們的小朋友多接觸我們的母語 讓他們學習我們自己的語言 事實上這也是仁愛鄉第四年 辦理三族的語文競賽 比賽項目有足語演說 口語以及神話故事 今年也特別新增公務人員組 希望達到足語生活化的理念 那我們今年還特別在我們的公務體系上面 有各課室來推派人員 來做這個公文的一個口語的一個比賽 所以不管是在公部門或是在部落 甚至教會 只要各階層的我們的族人願意參與的 我們都非常歡迎 所以我們是一個推動的一個推手而已 但是如果真的要讓我們的族語活絡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仍然還是要靠家庭一起跟阿公阿嬤 爸爸媽媽還有家人一起來說族語 每次的語文競賽參賽人數一年比一年還要進步 也代表學校或是家庭更看見族語學習的重要 期盼參賽族人能夠透過這個舞台檢視自己的族語能力 也藉此讓不同族群的選手相互交流 達成族群共融也讓彼此更重視文化傳承 有一次新聞婚弟男投仁愛看不到